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姐妹,今天的司令金句是中途和长老们就开会商讨此事 中途大事录的15章6节 背景就是说保禄和巴尔纳伯 他们完成了海外福传的第一次 使得很多外邦人领洗入教会 但也引起一些已经是基督徒的犹太人 他们质疑、不满 特别是说这些外邦人 他们觉得要求他们做割损礼 旧约中天主要求犹太的男性都要受割损礼 所以他们觉得这些外邦归依的基督徒都应该 但保禄和巴尔纳伯非常反对 就认为在新药里面 只要因着聖三千名受洗 因着耶稣基督就会得救 不需要再守旧约的例规 就是割损 在中间就有矛盾、冲突 于是中途和长老就开会商讨此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如何解决问题 用什么方法 看上来好像有些民主的成份 因为大家都可以说 可以有什么意见提出 但到最后又不是投票 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而是我们看看 如果你看完第十五章 你看到中间伯都禄就起身 就在圣神的推动下 讲出教会的教读 在他讲完之后 大家都信服 听不出声 然后 亚国伯作为耶路撒冷的教会负责人 他就讲一些实际的 如何可以做 已经定了 不需要归衣的外邦人接受割损离 好了 要守些什么呢? 他具体就讲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一方面不是民主 但另一方面 都不是独裁 教会的运作模式 而是 大家一起 共在圣神之内 即彼此相爱 互相聆听 到最后 听天主 借助团体的代表 在中途会议 就是百多禄 在今天的普世教会 就是教宗 地方教会 就是主教 如果他出声 大家都会信服 听从 保障 一方面是教会合一 第二方面 都看到整个教会 应该如何行事 方向 在这里 让我们都看到 教会的精神 在哪里 好 让我们都重复这句 事兴金句 中途和掌老们 就开会 商讨此事 中途大事录 15章6节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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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